泰鲁阁号第六节车厢 静静放在清水隧道的北口旁边地上 原本花冬海天一线的美景 成了这副破碎残酷的景象 去带观光列车进出轨道的 全是怪手没日没夜的抢修 终于离抢通之日越来越近 但由于伤亡惨重 消毒人员六号一早就全副武装进入隧道 将剩下残破车厢消毒后 才方便工程人员进入作业 回顾第六车厢拖出过程 可让台铁伤透脑筋 六号清晨一切准备就绪 才有120吨的吊车 成功让第六车厢重建天日 那第六车我们站置的部分 是因为它的两个转向架 都已经脱落 所以说 而且有的转向架 有点变形 所以说无法用之前的方式 富轨来脱离现场 我们只能现在暂时放置在路线旁 那我们再检查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转向架再送过来 看看能不能组装上去 然后来用富轨来利用轨道来脱离 这个是事后我们第七车第八车处理完之后 我们继续来处理这个部分 而这次脱轨意外损坏最严重的第七节及第八节车厢 根据评估第七节车厢转向架还算完整 工程人员预计在六号下午 会尝试用卷扬机及怪手把车厢拖出来 而第八节车厢五号开始就已经有陆续用切割方式 将车体比较尖锐的边边角角给切除 之后也是会倾向用拖拉方式将车厢运出 第七车的工法应该是延续我们前面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第八车的话 第八车因为整个车体啊 这个有点就支离破碎了 那我们大概是用肢解的方式 那能够拉出来我们当然是还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没办法拉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就地支解的方式来处理 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把里面的车厢把它清理干净 长达两公里的清水隧道投入大量人力 随时因应探勘回报修改呛修策略 预计四月八号前要将隧道清空 但还是需要评估隧道结构是否完整 才能给民众一条安全的东部干线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